日本本身已經是很適合帶小朋友去旅行的地方 而這間東京近郊的度假村 就更加是小朋友和身受爸爸媽媽的天堂 這裡很受日本家長歡迎 像去年就只有5%的外國客人 而本地人當中有八成半都是一家大小 超過一半的小朋友都未夠六歲 因為這裡除了有全日本最大的樹屋 還有很多為小朋友而設的配套和活動 波波池三四歲小朋友就很適合玩 烹石牆當然了 泳池還有大量的免費水泡和浮板供應 忘記戴泳衣嗎?給幾百日圓就可以借到 房間有齊小朋友的浴衣、拖鞋、牙刷、BB床 也鋪好安全膠墊都很基本 奶瓶、紫尿片、小朋友的沐浴露都有得賣 價錢也不貴 在和式餐廳吃飯還會提供兩個半小時的免費托兒服務 這裡是納沙林室 工人員在訓練 工人員在訓練 喝奶油或洗澡 洗澡或洗澡 在洗澡或洗澡 在洗澡或洗澡 在洗澡都要吃飯 那小朋友都要吃飯的嘛 這裡就有很多款baby food免費供應 除了口水肩和小朋友餐具 還有很多款小朋友座位都夠細心 這裡是最上階的Sorano Beach Books and Cafe 那臭小朋友都要休息一下 可以看書、玩一下沙 小朋友其實都可以入場 不過就要遵守規矩保持安靜 自己玩得這麼開心 都要給媽媽放下架充電才行 好可怕